从骨到筋,一粒带长寿者都很重视睡眠质量,更有不密间方密顺方的说法,要睡好了,身体各个脏腑,都能得到有效保养和足够供给,可以说是最简单舒适的养生方法。 虽说这个养生方法非常简单,但睡觉绝不是闭上眼睛睡着就行,不健康的睡眠非常伤身,甚至是在悄悄培植癌细胞,下面五个睡眠习惯,如果您有其中之一,可千万要改了。 一,带气入睡,一项细胞研究发现,与清醒的状态相比,睡眠可能让你对糟糕经历的记忆更加牢固,那些让你愤怒的画面会更长久的出现,睡前生气发怒,会使人心跳加快,呼吸急促,思绪半千,导致失眠或严重影响睡眠质量,生气所引起心率不齐的心电图,比一般心率不齐来得更加混乱。 也更加不稳定,所以是最致命的,像范怒这样的强烈情绪,可能会使心率中断,危及生命。 女性生气时,还容易长色斑,加速脑细胞衰老,导致了肺痒和心肌缺氧,甚至可能引发小胖和乳腺癌。 临床上,大多数肿瘤患者在发病前,生活都曾经历过较大的辩护如驴翼、丧欧、方子、失业等。 也就是说,癌症更喜欢缠上那些喜欢生气,或者总是想不开的人。 对策,先消气再睡觉,如果非常愤怒,一定要倾诉出来,万万不可生闷气。 另外,人体还自带三个消气阀,不妨及时打开,像血红一样把怒气卸掉。 一太充学,爱生闷气,焦虑,心烦意乱的人,按摩脚面,能快速让人神清气爽,心平气和。 就是因为,此处是太充学的所在位置,为人体足绝阴肝经,上的重要学道之一,又趁消气学。 方法,用拇指指腹用力按揉两侧学位,使局部产生较强的酸胀感,每次按揉三到五分钟。 二,劳工学,劳工学的所在位置,属于手绝阴心包经,心包经对心脏起着保护作用。 按摩劳工学,可起到静心凝神,镇定醒脑的作用。 方法,快发火时,扣手心,人在快要发火时,可亲握拳头,用中指扣自己的掌心处移到两分钟,能起到清新火的作用。 三百会学,情绪激动,按头顶,如果感觉自己情绪开始激动,出现头痛,头晕,胸闷,失眠等情况时,不妨坐下来按揉一下头顶,在圆头上把气放掉。 方法,头顶有一个重要学位,几百会学,用双手指按压七秒再松手,连续七次,可缓解症状,提神醒脑。 二,睡前吃过饱,终于到胃不合,躲卧不安,睡觉前吃得过饱,在睡眠过程中常为孩子紧张的加班工作,这时产生的不良刺激,就会传递到大脑,使人出现多梦,失眠或睡眠不深的症状。 多梦还是小事,睡前过饱的话,血液会集中在消化的,使其他部位特别是冠状动难的血液相对减少,一引起心脏缺血诱发心脚痛,眼间心梗就是这么来的。 深夜病发,真的就叫天天不应,叫滴滴不灵了。 对策,晚上兼职七分饱,很多中老人朋友勤俭节日惯了,到了晚上既不想要拌菜隔夜,又不想倒掉,于是都进了肚子里。 这个习惯一定要改掉,晚上多吃这一口,不仅影响睡眠,还可能导致心隔、胃病、糖尿病等,比浪费造成的危害大太多了。 三,睡前过量运动,有些人认为,睡前做运动,能让人更疲倦,从而更容易入睡。 实际上,睡前做过量的运动,会令大脑控制肌肉活动,的神经细胞,呈现极强烈的兴奋状态,不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 对策,睡前拉筋,助睡眠,不少老中医都有睡前按摩用全学的习惯,除了按摩,还可以是到了拉筋。 俗话说,经常一寸,瘦长十年,两个拉筋的动作,在床上就能做。 一两腿一分,把双腿伸直分开,脚尖回勾,双手抓至脚趾,身体慢慢向下压,练习时,不用刻意追求身体贴着腿的感觉,只要腿厚得大筋,有拉伸感就可以了,不要用蛮力。 大腿内侧走的是肝肾经,肝藏血,肾藏经,将两腿分开向下压,可以拉伸肝肾经,补育肝肾,为身体养血续经。 二脚趾回勾,双腿伸直并在一起,脚尖回勾,双手抓至脚趾,身体慢慢向下压,只要大腿后侧的大筋,有拉伸的感觉就可以了。 这是一个帮助膀胀经排毒的办法,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。 四,睡前喝茶。 茶叶中含有咖啡姐等物质,这些物质会刺激中枢神经,使人兴奋。 若睡前喝茶,特别是浓茶,中枢神经会更加兴奋,使人不易入睡。 对策,喝小大杯温水,睡觉时心率紧慢,如果不喝水,血液浓缩了,血流慢了,第二天早上容易血栓。 睡前喝一小杯水,可以减少心肌梗死,心脚痛,脑血栓等突发危险。 不过喝一小杯就行了,稍微淋上两三口,否则可能要起夜,同样影响睡眠。 五,使用不适当的枕头,想拥有良好的睡眠。 首先必须有一个好枕头,枕头太低容易导致老枕,头脑发胀,眼皮浮肿,枕头太高会影响呼吸道畅通,导致颈部不适。 对侧,枕头切住颈部的凹陷,中间低,两端高的圆毛型保间枕头,它性强,易恢复,能够很好的控制人在睡眠时的姿势,对颈椎有支撑和保护的作用,能让颈椎得到较好的休息。 购买时,要按照自身情况,选择高度合适的枕头。 正确睡子什么样?睡觉朝哪边睡更好?答案重书分云。 比如,睡觉不能朝左睡,会压迫心脏,右侧不能睡,容易为反流,那究竟睡哪一边才对呢? 右侧卧,一好处,保护心脏,右侧卧睡姿会让心脏有更多的空间,心跳不会过快, 还有助于降低血压,最有心脏病的人有益,右侧卧也有利于清除大脑,脊椎和神经系统中的废物,防范痴呆症和其他退行性疾病。 不宜人群,卫视馆反流症患者不宜这种睡眠,因为右侧卧会使胃酸消失到逆流量增多,可能引起消化功能障碍。 仰卧,二好处,保持面部皮肤活力,仰卧时,面部放松,透气,对面部皮肤保持活力有很大好处,仰卧还可以防止脖子和后背疼痛,降低胃酸反流的几率,最大程度的减轻皱纹。 不宜人群,有研究发现,要卧时,舌头因地球引力落向口腔后部,使呼吸道变窄,会使打嗓和睡眠呼吸暂停的几率比侧卧增加一倍。 因此,平时已有打嗓,睡眠呼吸暂停症状的人应尽量避免让卧,左侧卧。 三好处,缓解胃部不是,胃灼热症状在晚上往往变得更严重,但人们采取左侧卧睡姿时,症状明显减轻,有学者推测是因为这种姿势,让内部器官在一条线上,有助于明显减少流入食管的胃酸,从而减少胃着热带来的疼痛感。 因此,胃部不是时,可以选择左侧卧睡姿,不宜人群,因此,若感到精神倦怠,心里紧张,要避免采用左侧卧睡姿。 胎儿睡姿,四好处,放松点加,将身体蜷缩成胎儿睡姿时,脊柱有足够的灵活性,有利于夜间变化各种睡姿。 这种睡姿不仅能保证身体足够放松,还有助于环节压力,特别适合压力大,感到身心疲劳的人。 不宜人群,胎儿睡姿可能会使颈痛症状加重。 如果不想睡醒后,颈部粘质或颠痛,采用胎儿睡姿时,可以用相对较硬的枕头,脖梗和脊椎在同一条直线上,肩比较宽可以选择厚一些的枕头。 背痛可以在双膝之间加个枕头。 腹卧,无好处,防止打寒。 采用腹卧睡姿可以有效防止打寒。 研究发现,采用腹卧睡姿的人往往有令人兴奋的梦。 不宜人群,腹卧会压迫心脏,背部,影响呼吸。 爱美的女性要注意,腹卧时,阴头势必转向一侧,脸部半侧会紧贴床面,影响脸部血液循环。 不利于面部肌肤的保养。 其实呢,睡姿并无绝对好坏。 每一种睡姿都有各自的优点、缺点。 除了身患疾病,或却是具有不适合某种睡姿的身体因素外,完全可以以舒服对标准。 想怎么睡就怎么睡,愿你每天都一觉到天亮,健康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